所以我比較好奇除了設計類別以外 你還會看什麼樣是不是設計類別的有趣網站 我其實會看另外一個 他叫 我其實很喜歡看一個 但是半夜不建議 叫做Food 52 我會看那個Food 52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療癒的食物網站 其實它是一個在賣食器的網站 但是它會應用這些食器去拍一些食譜 或者是一些食材給你看 然後拍的畫面都超美的 就是像你在Pinterest上面會看到有一些 很美很美的食物照片 那可能就來自它 半夜千萬不要看Food 52 真的是會讓你餓死 然後你眼睛就只有泡麵 其實現在設計跟當代藝術的界線有一點模糊了 所以有一些作品呢 就有一點像設計有一點像藝術 就會出現在這個網站 它叫Creative Review 那Creative Review呢 其實是國外的藝術雜誌 它其實會介紹一些 可能是當期的展覽 然後也可能是新的藝術家的作品 那那個呢 我通常是在要出國前 我會去找一下那個國家 最近有沒有什麼新的展覽 因為有時候它不見得在主流的美術館 它可能會在巷子裡的一個 很小很小的店 或者是很小很小的藝廊 從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是在介紹紙類的東西 現在很多東西就數位化了 其實很多人就是不用印東西了 可是這個人對紙類有一個天大無比的堅持 所以他就會去收集各式各樣的印刷 那大家都知道印刷有分很多種技術 可能是特殊油墨 可能是特殊加工 所以這個This is paper 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非常多很厲害的印刷技術 然後有一些是你很好奇 它到底做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因為你可能在印刷廠有看過 或者是你的那個印刷廠有推薦你 但你不知道它印出來到底是什麼感覺 那在那個網站上你就可以找得到 Core 77 Core 77的早期分享的東西比較硬一點 然後比較工程機械類的產品裡面 所以其實一開始看的時候有點不習慣 但是後來呢他就開始會分享一些 各式各類的產品設計 包含家具設計啊 或者是玩具啊 或者是一些概念的商品 現在更厲害的是他有Core 77 Awards 然後有請非常大咖的評審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Core 77的比賽 最後再介紹一個 我也蠻喜歡的叫做 It's nice that 那個蠻不錯的 他介紹的東西就是都還不錯的東西 那個網站其實就是那個編輯覺得還不錯的東西 那個團隊就稍微小一點 但是相對他介紹的東西也比較有特色 他不見得只有設置 只要那個編輯覺得有趣的東西他就會放在裡面 然後他每一年都會出一本 It's nice that 的書 他會把他最喜歡的收錄在那本書裡面 然後他也有辦過展覽 像我大學的作品就有參加過 It's nice that 的展覽 你是要宣傳你自己有上過他的展覽嗎? 沒錯 It's nice that 呢 我覺得讀起來雖然比較辛苦 因為他文字量稍微多一點 因為他要介紹那個作品他敘述什麼 讀完了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設計理念啊 他的創作過程啊 藝術家設計師喜歡什麼樣子的思維 一天大概花多少時間在這些blog上面? 通常喔就是坐車的時候 早上會看一下 以前其實花更多的時間 學生的時候其實可以每一篇每篇慢慢看 現在就比較難了 現在就只能先划過什麼有趣的東西 大概只能花一天半小時吧 每一天 對 那你會做筆記嗎? 我不會做筆記 但是我會把喜歡的截圖下來 我其實發現現在比較容易看的方法 是先去訂閱他們的Facebook page 或者是Instagram 那他們通常會把每一天的最精彩的幾個 會放在上面 那我就不用一個一個網站去點 為什麼會去看呢? 我是因為出了國之後 發現我對設計的認知真的太少了 我其實聽了一場演講 教授講了非常非常多的 誰是誰經典的作品是什麼 然後跟誰是誰的比較 然後我就在台下就是 傻眼貓 傻眼貓 傻眼貓咪 然後我就有一點 不知道他在講這個人是誰 也不知道他講的經典作品是什麼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東西其實是 設計師應該要知道的一些基本場戲 你的領域你至少要認識一些經典的大師跟作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 開始看部落格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找一下自己喜歡哪一個領域的設計 然後先從那個領域開始著手 開始養成這種看Vlogs 或者是看網站的習慣 其實這個習慣呢 日積月累下是很好的 因為你在想idea的時候 它其實會比較快 因為你腦袋中會有很多很多的案例 或者是範本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看什麼其他的內容 記得下面留言 掰掰